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康特的行为似乎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他又一次背着阿祖法去偷偷看望吉尔纳 在被房东赶出大房子后 他已经有几天没有去看望妹妹吉尔纳了 这让他感到不安 因此他决定亲自驾车前往 以确保他一切安好 吉尔纳对康特的突然到访感到非常高兴 这表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兄妹情谊 康特的坦诚分享了自己的现状 包括他无法继续住在大房子里 以及目前居住在工地的临时安排 这种坦诚的沟通有助于建立信任 并让吉尔纳了解康特所面临的挑战 康特的计划是逐步建造新房子 并在此期间处理其他事物 虽然吉尔纳对康特的处境感到惊讶 但他的第一反应是想要亲自去工地看看 然而康特婉拒了他的提议 他希望吉尔纳能够专注于家庭内部的事物 确保母亲得到妥善照顾 同时管理好家中的小动物 同时他觉得阿祖法可能不会想看到他 虽然吉尔纳在车外死缠烂打 但是康特依旧不为所动 他带着猫猫准备再次返回工地 殊不知 其实吉尔纳已经偷偷爬上了车后面 一路跟着康特返回工地 康特在返回工地的路上 完全没有意识到吉尔纳的存在 吉尔纳的兴奋和热情 在到达工地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直接行动奔向阿祖法并拥抱他 显示了他对这次团聚的期待和兴奋 然而阿祖法的反应表明 他对吉尔纳的突然到来感到意外 甚至有些措手不及 他对康特没有事先通知他而感到困惑和不满 康特也是顿时慌了手脚 他也不知道吉尔纳居然偷偷爬上了卡车后面 他连忙开始和阿祖法解释 表示他不是故意带妹妹过来的 是他偷摸过来的 好在阿祖法和奶奶相处的这些天脾气好了很多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很明显非常不高兴 康特开始训斥吉尔纳 要求他马上回去 吉尔纳开始死缠烂打 哭得梨花带雨一样 表示他想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 康特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他可能担心吉尔纳的行为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他决定尽快采取行动 驱赶吉尔纳回到卡车上 希望在阿祖法生气之前解决问题 保持场面的平静 吉尔纳的意外到访工地 无疑给康特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姐姐阿姨们 你们觉得康特的母亲会过来工地这边吗 阿祖法对康特的看法 可能会因为这次事件而产生变化 后面的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阿祖法会不会对康特彻底失望呢